欢迎大家收看《环与首期》 上一集讲到尼斯湖的水怪 讲了整两集 今集我们要转一转其他的话题 但还是维持在所谓的《Cryptozoology》这个环节里面 为什麽呢? 因为这个环节本身 我们要与UFO的情况一起看 上一集的尾部 末段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 就是巴布阿申基内亚也有同样的事情 巴布阿申基内亚 大家不要误会了 不是申基内亚,申基内亚是非洲 巴布阿申基内亚就是和印尼附近 就是澳洲的对上南 就是北部 就会在那里有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发生什麽事呢? 就是大概在1944年的时候 就美国的一位空军的机师 在那里就见到一只旁边大物的尿 那是类似一个小型的飞机 那小型的飞机如果是这个 今天的比喻 就比我们现在见到会飞的尿 是大很多的 那大家都记得当时 都仍然在那个罗船长的飞机上 虽然有这个噴射机 但是完全是非常之少数的 那在1944年看到的时候 就回报了这个事件 那是回报这个事件呢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尼斯湖水怪 因为空军的机师呢 他们经过这个专业的训练 他们去所谓 认识这些的飞行物体呢 他们会比较准确一些 所以由这个空军的机师呢 去见到这些的 会庞然大物的尿呢 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多一份的权威 就是比上一集 我们讲的那个尼斯湖水怪 那两位的 一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女 另外一位 五十岁的日裔的妇人 就是比较是有权威的 只可惜当时呢 他们未拍到那些相片出来 但是呢 他们再去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呢 当地的土人 事实上呢 他们已经是有 一个这样的传说 就叫Rodent 就是R-O-D-E-N 那那个的 当地的传说的这种的 形容呢 其实就等于我们讲的 就是会飞的魔鬼 那凡是一些 你们不认知的物体 又的掌相是比较 就是所谓恐怖一点点的时候 当然就是用一个 负面的态度的形容 自己形容它 但是呢 他再看回的时候呢 在当地是搜集了一些 就是不同的传说 或者是一些的 就是一些的 那种的测液 都会看到 似乎 这个就是等于我们说的 就是已经隔一亿年前 大概一亿年前隔一种的翼龙 那这个就奇怪了 正如我們一直在講尼斯湖水怪的問題 如果它是一隻很大的魚 舉例如蟹魚或者沙魚 我們不會覺得奇怪的 只不過那個地方本身 它有一隻比較大的海上的生物 但是如果出現了類似史前的生物 我們就有一個質疑的理由 它有一個理由就是因為傳統的進化論或者生物學已經告訴我 這些生物已經在大概6600多年之前 或在21億年前它們已經絕了中 絕了中的原因是當時地球出現了一個大規模的氣候的變化 而且我們要再次重申一次 為什麼我們在科學上會絕對否定這件事存在呢 就是因為如果這些龐然大蟹這些恐龍 它們繼續存在的話 鮑魚類動物 即是我們都是屬於鮑魚類動物 是不可能繼續繁殖的 因為你會被牠吃光 所以兩隻有因果關係在這裡 正正因果關係我們不可以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不可以承認有這件事 但是問題就是事實上在那個周邊我們很多傳說 不同的地方我們都有一些這樣的 所謂民憲或者目擊者的出現 而且這些不是維持在近代它們 不是因為我們上一集講的吸引注意力的理由 我們今天拍到一張Yofu照片 我放在Facebook上很多人都可以去看 我跟著可以賣錢 跟著很多人訪問我 不是這樣的 即是在古代 我以前在這裡我們都提過一個例子 譬如說屈原 我們是一個中國很古代的著名詩人 在楚池裏面有一篇文章叫做《山鬼》 《若有人是山之鵝,匹匹例是戴女郎》 這個說話 《若有人是山之鵝》 就在深山裏面有一個好像人的物體 《匹匹例是戴女郎》 跟著就生氣那些花花草草 其實我們如果想像就是 咦 是不是等於我們在講的這些大腳怪呢 即是我們讀中國文學就沒有用這個態度去看 但如果你用現代的態度就是 咦 她這個屈原在寫的那篇文 就是寫的 等於我們在講今天的大腳怪呢 那你說屈原是否刻意吸引我們的注意力 即是我們今天講的 她在Facebook上面 她們要多點Like 那她沒有 當時沒有這件事 所以我們相信她們當時去寫這些記載的時候 她們出於她們見到 她們真的見到這件事 而且那個不是她 即是個別的一些錯覺 是很多人都見到 有近距離的接觸 即是我們挺肯定的 但是到了近代 即是這個情況 譬如我們告到清朝的原媒 指不語 裏面都有寫個類詞 譬如說 即是有些女性被這些大腳怪 這些怪物老走了 跟著甚至生了兒子 即是在她們記載裏面都有這些 那當然我們可以半信半疑 但是問題就是 咦那個傳承有這麼多的 這麼長期的延續 這麼長期的一個傳統 那麼我們都要用一個比較科學的精神 一個比較嚴謹的精神去看看 是否真是她 至於說這個生肌內壓的情況 當地的土人事實上土著 他們有相當之多的一些傳說 關於這個我們今天認為是逆龍的物體 但是它逆龍要飛起 要去天堂的飛場 我們要例一計 需要多少風力 即是不是講現在 你就這樣好像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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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一定有一個比較大的風力 那麼新紀律亞本身 它有沒有足夠這個條件呢 但是問題就是另一件事 就是如果作為一個研究 新紀律亞給不給這個條件 就是做一個很全面的大家去長住 去那裡研究 事實上又沒有這樣的條件 原因就是因為那個地方 本身仍然現在相當多的原子森林在裏面 甚至也有一件事可以提提 就是大家知道美國有一個很著名的家族 就是諾克菲立家族 他們曾經有一位的 我們可以稱之為公子 諾克菲立家族的其中一位成員 就想去當地探險 但是跟著失了鐘 失了鐘他們的家族 出了動員很多錢 人力物力就去搜索 但是最近最後都找不到屁股 但是他最後下場應該是怎樣呢 我傳說他就是被當地的土人吃了 原來當地在當時說 幾十年前仍然有這個食人族在裏 真的會吃了一個人的 但是我相信現在就沒有了 但是現在新紀律亞那個條件仍然是相當之 相當比較落後的 但是那個資源就相當地豐富 所以就是那個地方本身仍然可以說 或者到現在為止 在某些地方仍然是一個探險家樂園 所以去到就算2015年的時候 加拿大的探險隊仍然有去那裏嘗試尋找這個 就是逆龍的中織 所謂逆龍的中織 而他們聲稱他們見過的 真是在那裏見過的 但是沒有足夠的相片 就是好的相片 去讓我們確認到真的出現這件事 我們可以說如果真的看到影響的時候 就可以推翻了就是我們對於那個 進化論的某些部分的看法 就是以我們看到很多這些恐龍 他們已經成為化石了 但是不等於否定了他們的存在 所以這個長期變了看了所謂這個動物神秘學 其實是在正宗科學界裡面 就形容為是一種的偽科學 但是如果找到實質的證據這些存在的話 我們就可以推翻某個部分 就是進化論的某些部分 但是到現在我們還未有這個條件 但是正如我們上一集去講 好 曾經有一位UFO專家Hernando Ray 他去形容 看這個問題就是 以我們可以用一個角度去看一件事 就是所有這些現象都是同一種的本質 所以同一個情況就是 我們講了在黎智湖那裏 我們問有沒有UFO 也有UFO的傳說 那麼辛吉拉有沒有呢 辛吉拉都有 而且是一位神職人員 這個詳情我覺得不需要講 因為現在涉及到這個UFO的問題 基本上我想都是很… 所謂陳康濫調 都是看到類似這些東西 但是問題大家就會問 現在這個UFO的問題 我們應該用一個什麼的態度去處理去面對呢 很簡單的 就是我們現在不需要用一口否定這件事 那個原因就是因為已經有很多專業的人士 例如是機師 例如是軍事人員 情編人員 情編人員 他們都已經是承認了有這件事 這些人本身 他們會不會出現了視覺的問題 神經錯亂 我們真是可以研究的 我們先研究了 舉個例如最近在美國國會聽證會那裡已經作證了 那三個人他的精神狀態是怎樣呢 我們有提過了 其中一位就已經是爆出來了 他是曾經出現過抑鬱的情況 也都需要見過心理專家 但是不是這樣的背景可以足以否定了他聲稱那件事呢 見過清清說在政府的部門裏面有關於UFO的研究呢 我覺得兩者的邏輯關係未必去到這裏 不是因為他曾經見過心理醫生 你就否定了他所有的說法 而且涉及到是一個這麼嚴肅的環境 有法律效力的環境去作證 我們必須用一個嚴肅的態度去面對 但是很奇怪的 到現在這個UFO的作證都差不多講過一個月了 那有沒有進展呢 那很不幸告訴大家是沒有的 我們體驗不到現在有進一部美國的國會議員 去傳召其他的證人去支持或者否定 這一位的前情報人員的說法 那我覺得反而這個是進一步證明了這個美國的政府 又掌握到一些UFO的秘密而沒有告訴我們 而事實上最近幾天美國的國安部也都有 就是跟進這個UFO的現象 給了一些新的資料 所謂新的資料 但是我們看了這些新的資料 其實我們不覺得有什麼突破性的發展 所謂突破性的發展就是究竟 美國的政府是否擁有了Berryfair 物體的殘骸 甚至整架飛碟 又或者它有沒有老獲了一些外星人 外星人有沒有參與過美國的軍事科技 這些是最實質的問題 但是如果在美國國會知道這些事情 是可以進一步去證明或者否證 我說明是否證 舉個例子 譬如說可以開到一個聽證會 否證了上一次這個David Grush 他們說的話 整件事就是天下太平 為什麼不做呢 正正因為這樣 我們才去推論到一件事就是 等於我們說的新有史 才去停止了現在這種進一步的聽證會 去令到我們知道的真相 因為真相很簡單 一是有 再是沒有 如果沒有的盡快 我們沒有這件事 我們在嚴肅的作證 有法律效定的 如果我們說謊 我們就要負這個刑事罩 這樣的情況之下 去否證這件事 我們相信的 但是現在連這件事都沒有做 就證明 就是反而證明了 就是這幾位的出來 挺身而出的作證的人 他們應該有一定的事實基礎 所以我們去看回這個 無論是新基萊亞 這個易龍 尼斯湖的水怪很可能是長頸龍 以至於這個不形化物體的現象的時候 我們覺得 如果出現現在這種狀況 事實上我們有理由證明 就是不是當事人眼花 只不過我們現在人類 未有足夠的能力 用我們傳統的所謂的方法 去查清楚這件事的真相 但是等於我們完全沒有這個機會 不是 我們是有這個機會的 只不過我們要換另一種方法 換另一種態度 我們才可以尋找這個真相 好了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